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来看 如果有时候我们会遮怨到我们自己不幸 或者是很运气 同样是人 我们具备着我们有相同的条件 但是往往有些人怎样去努力都好 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也有些人得到幸福的眷顾 头头是道 有些人一生很努力而终结 这些事情 都不是能够凭到我们后天的因素能够清楚说明 面对这些情形来说 有些人基于生命只有这一世的想法 就是什么 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事 又或者 有些人会看出我自己的命生得不好 感觉到无奈 也都会觉得这些都是神的决定 我们唯有逆来信受 我们唯有逆来信受 没有办法 这些想法 都是不可以将我们人生各种的问题 得到圆满解决的答案 法法上面说出 人生的幸与不幸 是必定有它的原因 而说出这个因果 即使说 人感到不幸 就是由于人有不幸的因 但是 有时自己感到不幸 往往很难会令人感觉到 和相信到这个不幸的原因 原来发生在自己身上 原来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的自己 但是从生命的因果来考察的话 其实原因 是在过去里面发生了 即使说 我们要在过去世 尋求这个原因出来 所以在《深地观经》里面 大家都有听过 欲知过去的因 观其现在果 欲知未来果 观其现在因 说出我们三世生命的旋律 也就是说 现在的结果 是由于我们过去世 所积聚 新口意这三页 的因所组成 而现在的行为 就会影响到我们未来一世的果 所以生命永远的原则之下 大家就一定要很小心 决定在现在这一刻 而所谓的这些因 有时就好像睡觉那样 是潜伏了我们在今世或者来世之中 直至到某年某月的时候 因为某种因素 就会变成这个果出现 变成我们所碰到 现时的 看得到的 所谓的暴影 所以宿命 就好像我们过去世 所累积的一个行为 隐藏到今世成为果报 好 宿业有好有坏 但一般人认为 宿业是源于过去所做的坏事 将宿业大致上 看成一种不好的结果 而佛法教导我们 生命不仅是现在 还有过去和未来的三世 因为任何时刻 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言行 举止 都是与这个因果有相关 是影响着我们 三世的生命 过去或者现在 所种下的恶因 例如 轻视别人 伤害别人 偷野 讲大话等等 都会成为我们今世的恶果 让我们带来灾难和痛苦 上述所说的缩业 因果 是一般佛法和工方哲学的概念 日年大圣人将它称之为 常途之因果法则 了解这个法则 虽然很重要 但是日年大圣人说 这个不足以影响我们的生命 在以前经我们曾经学习过 即使在法华经出现之前 昔家的弟子就是怎么去想呢 是说 我们一定要从恶业之中去解脱 所以他们要力劫修行 一次一次这样 用目前他们所善的因去取代之前的恶果 直至到永无止境的未来 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们不能够种下恶恩 如此一来我们是不能在今世直接 而且很快速地转换我们所累積的缩业 我们如果要转换宿业的话 一定要俯行万年 这么沉重的观点来说 将宿业被人觉得成为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这是昔家说这个法华经之前所教导弟子的观念 幸好在日年大圣人里面 不能强调宿命论和因果论 反而是重视什么呢 宿命转换这个法理和修行 在左渡如书里面 日年大圣人说过 日年不居此因果 他说出自己所承受的大难 其实是没办法用上途之因果法定的 即是我不能用正常的因果理论 去解释他所面对的大难 大圣人之所以遇到这么多难 是因为在过去世 積聚了很多委托法华经的事情 大圣人讲法华经 讲的不是单纯的经书里面的事情 而是被寻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文底的大法 所谓被寻的大法 就是将所有人都具有佛性这一点 以及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人类价值和尊严 并且为自己和他人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广法的意思就是说他无法了解 或者轻视生命本身的价值 同时也否定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是珍贵 这个妙法当体 这个所谓我们原品无名 成为了我们各式各样宿业主要的恶因 其实为了要转换这个因为旁法所产生的宿命的话 我们必须要种下一个根本的善因 这个就是使他人幸福而传持这个妙法 这个意味着确信妙法 正确修行 持户法 为他人说法这种行为 这些一来是让我们可以马上转换到我们人生的方向 从无助艰困的这个环境 转为充满法乐和力量的妙法人生 这个过程就是日年大色人的佛法 转换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来自我们唱诵的南米尔可宁记却 南无妙法年华经 当我们唱题的时候 所有的罪 众罪如相怒 唯一能消除 在法华经里面并开杰有说过 即是说根据这一段 从这个是 官普言菩萨行法经里面出现这句文句 日年大色人将我们过去世所累积的业 比喻成为什么呢 博伤和招劳 当我们确信预本尊 将自己和他人唱念这句 南无妙法年华经纪的时候 我们内在的佛性 就会展现出来 驱散了我们所有的宿业 妙法就像早上的太阳一样 它的出现就将所有的招劳 一样的宿业就会蒸发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所谓的宿业 我们种下不好恶的因 这个宿业是可以转换的 但是记住 宿业是不能消除的 这是基于我们所谓的因果的法则里面的说 有因必有果 我们要透过唱同 南无妙法年华经纪这个题目 将我们的宿业 转重兴兽 究竟什么是转重兴兽呢 举个例子 从三世的生命观来看 如果我们上一世 欠了人一百万的话 今世我们再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是欠人一百万 我们一定要还 但是所谓转重兴兽的话 我们今世出现的时候 要还这一百万 但是我们遇到一个善的缘 或者朱天善神也好 能够愿意将我们这一笔钱 是分期付款去还 分开几十年去还 我们的压力 便放轻了 这个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 就是转重兴兽 我们这笔钱仍然要还 不要想着不还 但是 和我们一次过还一百万 和能够分期付款 摊开几十年去还 这个就是我们转重兴兽 一个验证 所以记住 所有的欠债 我们是不能逃避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宿业 但是 我们可以转重兴兽 所以转重兴兽来说 在字面上解释就是 本来我们将很沉重的宿业 是用较轻的形式来承担了 虽然 我们在过去那几世所累积的恶因 成为了我们今生 和来世痛苦不幸的淒产国 但是 透过我们智力宏法 得到的功德 就能够将之前所沉重的恶果 快速地减轻 也即使说 因为港宣留步 我们所挑战的困难和障碍 就能够有效地 将自己过去的业障 大大地降低 为了这件事 一年大四人曾经表示过 转重兴兽的功德 地狱之苦 豁然消灭 在转重兴兽法门有说 他说之后困难又如何 会变成了清除业障的重要转机 是能够帮助强化自己 面对我们的宿命 除了刚才所说的 所谓转重兴兽去改变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圆劍于业 藉着坚持我们不懈 与恶奋战这个信心 而改变了我们的宿命 我们发现生命的深层意义 在法华经法诗品里面 提到什么呢 圆劍于业这四个字 这个就是说我们菩萨 是自愿放弃了之前世的 所积聚到的善因 而得到的善果 而出自于我们的慈悲心 我们宁愿是出生在一个 恶族的末法时代 是将这个法华经去教化众生 为众生拔苦除难 这种屠杀所受的苦难 看起来是他们前一世所种下的恶因 今世来受苦的 但是想一想 自己如果这样的决定 基于关心他人的慈悲心 而自愿去蒙受这个苦难的话 这种让我们对问题和困难 有一个新的看法 面对困难就好像 我们将我们履行到菩萨的誓愿 去拯救众生在苦难之中 唯有真正挑战过生命的难题 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到和同情过所受苦的人 唯有透过我们的信心和修行 克服了我们所有的困难 我们建立起一种胜利人生的模范 才能够名乎其实感去鼓励更多的人 此前SGI会长表示 这个就是将宿命变为使命的解释 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宿业和命运 但是当我们认清到原来他们本意之后 任何困难反而都是引导我们走向康庄大道 我们的挑战宿命这个行为 成为了鼓励到无数人的典范和精神的支柱 换句话说 当我们将这个使命转成为宿命的时候 我们就将自己的命运 由负面的角色转为正面 所以说 那些以使命转换宿命的人 已经是圆兼于业了 因此要了解到每一件事 都是为使命的那些人 就会朝向一个宿命转换的目标而前进 在《新人间革命》第一卷 《开拓者》里面有讲到 SENCER是讲到一个指导 有关于圆兼于业的一个体验 当时SENCER是去访问巴西 在一个座谈会里面 发现到有一位妇女 妇人布 她举了几次手想发问 但是中途又放下 很猶疑 大约是三十五六岁左右 面带潮水 SENCER看到这个情况就直接问她 其实有什么问题 你尽快说吧 那位妇人布 没有力量站起来 她说她丈夫已经病死了 今后怎么办呢 当然她是一个日本的妇人布 她是嫁到去巴西 而跟随了丈夫之外 但是丈夫呢 就是因为因病而离开 所以一个人在一个異地的时候 她是非常之无助 那当时她有这样的困难 她当时来说 是所谓跟着一个叫做 合同劳动者 是搬到这个巴西的地点 她是从事农业的 那当时来说 债丈夫一死之后呢 主要的劳动力就无了 她农业是无法的继续下去 正当她想死的时候呢 当时有叫做托方地的一个学会员呢 就在说佛法 她一个星期之前进入信了 在这个圣保罗市工厂呢 就找到工作 那里呢 也都提供了居住的地方 那她还有几个很小的小孩 但是她一想到 我只带着几个小孩 她其实什么都不明白 是一个异国 异国他乡的人里面 继续生活下去 她是非常之不得安心 她说她自己说 她说我自己是一个很深业障的女人 她想到这一点之后 她都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她真的自己受不着了 那先生当时 含笑跟她说 她说不要紧 我们只是督行信心的话呢 你一定会幸福 这个就是佛法的目的 她说你现在遭逢到不幸 感觉都很痛苦 是为了实现你 非你不可的尊贵的使命 现在你被缩业困住 这么悲切 你就会是完全失败了 这位富人部 看着慈年先生 露出不明白的神情 介绍她入会的会员 跟她说 其实你一定要把你先生 死了这件事放下 这些是过去世犯下的罪业 缩业累积的结果 她说的确 在法法上面有说过 人是由于做恶 得到恶报 所以是要经历到不幸的人生 但是这样来说 不能够明白人过去世的 一个所谓的罪 因而更加会怀有 这个迷茫不安的心态 不得不带着罪 这个罪恶感是到日 命案早已决定了 可能亦都令到我们 每个人毁匪不振 还会陷入 算了 我这一世不做坏事就算了 这种消极的人生 一年大先人的佛法 就突破了这种 表面性的因果报应的框框 说出根本的因果 指明返回 久远往式清静生命的途径 这就是我们国务祖成为 地勇菩萨的使命 为港宣留步而努力 先生继续说出 佛法里面有缘兼于业这种说法 即是说 我们本来因为佛道修行的功德 我原本是生于一个幸福的环境里面 但是这一世我自己自愿 是生在一个不幸的环境中间 去宏通这个妙法 先生又深入浅出的解释 他说 例如 本来你是一个女王 你过了一个很安心的生活 如果你一样感到这么幸福的人 你而再得到幸福 其实没有人会觉得很惊奇 你应该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身有病 家里又穷困 被周围的人都藐视我们 而这样的人 因为得行我们的信心 修行 而得到幸福的话 而最后来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这个就是将佛法的伟大有力的证明 人家就会觉得 咦 一定要跟随你信心 贫穷的 极其苦难的人 如果能够跨过我们的过去 能够给现在所有生活 而烦恼的人 一个希望的话 和我们疾病前身的人 如果恢复了健康 精神振作 就能够在病苦的友人之中 而点起这个勇气之灯 因为家庭不和 而绝一的人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幸福家庭 就会为这个苦于家庭问题的人 作出一个榜样 同样 现在死去丈夫 而且你是在言语不通的外国里面 如果你都得到幸福 好好将你的小朋友培育成才 你就会变成你所有死去丈夫 婦女的镜子 他说没有实行信心的人 都会敬佩你 求你去指导 即使说你的苦恼是越深 就能够越出色地证明这个佛法的功德 所谓宿业 就是说成你使命 一个第二个名 先生说他本身都是出生一个卖纸菜的很穷的家庭 他自己身体虚弱 自小患有肺病 和护田先生都是一样的 经历了破产的苦劫 正因为我们饱尝了庶民的辛酸 所以最后能够成为民众的领袖 能够指挥起这个港宣流报 各位富人部听了之后 不停地点头 大家的面上都烦在红缸 他们是经历过千辛万苦 挣扎着生活过来的人 先生喝一口水 再更加有力地地说 大家或者都会认为 各有各人的情况 好像你那样偶然来到巴西 其实不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地勇菩萨 来到这里是为了巴西的港宣流报 为了这个角度的人幸福 为了这里的人 捉起永远幸福的角度 大家都是日年大事人邀请来的 你要自觉到地勇菩萨伟大的使命 为港宣流报而生存 这个时候 心里面又要有九远太阳的照耀 过去的罪障 就好像朝露一般般会消失 将打开大欢喜和幸福的人生 先生说到这里 他满面笑容对着这位富人报说 从长远的目光来看 你的苦难 就等于 在本来在富裕的女明星的舞台上 飾演一个悲剧的女主人 回到家 是不会有没有自由的生活 而且在人生的剧场上的舞台上 结局都是一个美满的故事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一定会幸福 好像女明星一样 你会用愉快的心情 去扮演你这个悲剧主人一样 你要堂堂正正地 演出这个从悲剧的深渊 站起来的人间革命的大剧 他的人 都是人生这个原野上的开拓者 我们自己的人生 是要靠自己来开拓 和耕耘 我们挥到我们信心的坐头 过下一个幸福的种子 百折不扭地去努力 为港宣留步这个汗水 落下一点点滴滴 成为一个幸福的汗珠 我们令到你们 每一位自己都觉得是莊严 成为巴西最幸福的人 池田先生这个指导 正好就是鼓励到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自身的力量 去将自己的宿命转变 但是最重要的要明白就是 什么叫做使命 我们现代面对这个困难 的苦难也好 原来我们是愿兼于业 我们愿意承受一个这么苦难的 环境而出生 目的就是为了孙宏 这个正确的描发 港宣留步 所以大家面对我们宿命转变的时候 记住 是有 转重兴受 圆劫于业 我们不需要只是着限 我们现在现今这一世里面的不幸 我们确确实实努力信心 必定能够积聚更好的因 为未来的果 是打好一个基础 希望大家努力 借助这个体验 是勉励每一位朋友 多谢各位